一直想听清朝总督、提督、巡抚不正史之间的关系 清朝总督和巡抚的关系的确是很复杂和纠结 总督和巡抚都是地方最高的官员 合称都府大员 也是封疆大吏 总督管一省至三省 最多是管三省的 巡抚则专管一省 只管一个省的总督有时候还会坚韧巡抚 总督的关阶是正二品 但是按照清代的惯例 总督一般会加上兵部尚书贤 那就是从一品了 巡抚的关阶是从二品 清代惯例一般会加上兵部侍郎贤 那就是正二品了 巡抚以下设成宣部证史丝和提刑暗查史丝两个机构 前者一般简称翻台 专管一省的财政和人事等事 后者简称涅台 负责一省的司法刑御和纠察等事务 以上四个职位 在清代也会被总称为都府不安 就是用以代表省级的大力 清代总督和巡抚之间的这个职责区别 一直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总督本来应该是只管军务的 其他励志民生的事情都应该归巡抚管理 但实际上分工并没有这么明确 而且清朝规定总督有节制巡抚之责 这个节制它里面的含义就搞得很麻烦 因为它既不是直接领导的关系 也不是非领导的关系 怎么节制呢 就导致两者之间矛盾重生 比如曾国藩曾经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 沈宝珍担任江西巡抚 本来沈宝珍还是曾国藩保健的 认为沈宝珍很有才能 两个人关系也是相当的好 但后来两人就因为离京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沈宝珍认为离京属于省内财政 总督是无权过问的 而曾国藩认为离京的征收是与军事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应当由总督掌控 最后两个人关系搞得很僵 朝廷也是没有办法 那么既然巡抚是一省的最高长官 清朝干嘛又在上面叠床架屋设立了一个总督呢 特别是清代有四个地方还是都府同城 就是总督和巡抚同在一个城市办公 那到底谁说了算 这里面的矛盾就在所难免了 都府之间经常互参 搞得皇帝也很头疼 有人认为清朝之所以如此设置 就是因为朝廷担心封疆大力不够忠诚 所以特意设置了总督家巡抚 让他们之间相互监督和牵制 谁都不能做大 这样是有利于皇帝的统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